孩子中考您紧张吗 不紧张 肯定紧张 我比孩子还紧张 为什么 不知道 反正就是紧张 那有什么话对孩子说的呢 把你四年学的东西 在这一天尽量的发挥到最大 取得好成绩 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只是中考只是人生的 其中的一个节点而已 那您觉得中考和高考 哪个更重要 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 可能每个时段都重要 不能说是高考比中考更重要 我觉得 那您觉得中考高考能改变命运吗 可能现在的中国 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但是我是觉得你说绝对应该不会 紧张 为什么会紧张 肯定紧张 希望他能好好成绩 怕他考场上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 或者是思路不对 或者是作题紧张 所以今天也是穿了一个旗袍 有一定的寓意在里面 希望他旗开得胜 那您觉得就是中考和高考 哪个更重要一些呢 中考是第一个转折点 因为你只有进了好的高中 高考的时候才更有把握 您好您好 您好能问一个问题吗 您是孩子来中考吗 对 您紧张吗 总共有点紧张的 有什么话对孩子说了呢 祝他放松平常心 超常发挥一切胜利 那您觉得中考和高考哪个更重要 中考重要 为什么 中考的话如果没考好 那个进不了高中的话 就是对于他来说 大学就没希望吗 中考和高考能改变命运吗 都可以改变命运 只要努力很努力 其实你说中考高考 你说哪个更重要 我觉得都重要 对对吧 只要努力都可以都可以改变的 有点紧张 有什么话对孩子说的 中考加油吧 起开得胜 那您觉得中考和高考 哪个更重要一些 我觉得是中考 为什么 因为你都没有考到高中 何况考上大学 对 你都没有考到第一步 回来的第二步呢 我是这样认为的 中考是一个开始 对对对 不顶着 您有什么话对孩子说的 初大考的起开得胜 起开得胜 再问一个生意点的问题 就是您觉得中考和高考 哪个更重要一些 我觉得同样重要 孩子中考的话 您紧张吗 还好 您有什么话对孩子说的 希望他一切顺利吧 享受考试 孩子不是今天中考吗 您紧张吗 我不紧张 我是姨妈 我不是妈妈 您是来送考的 对对对对 我们是亲友团来送考的 所以今天带了这一副 向日葵也是有用意的 这个是什么寓意的 一举中魁 好 有什么话对孩子说的 没有什么 努力就可以了 尽力 这一副